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骨好吃不上火的做法 鲜香嫩滑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准备一斤的排骨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倒入少量的清水 再下手把排骨抓拌均匀 这边加入食盐,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可以把排骨表面的灰尘和杂质吸附出来 抓拌均匀之后再倒入清水把排骨清洗一下 清洗好之后把排骨控水捞出来 再重新倒入清水 尽量的把排骨给它多清洗几遍 洗到排骨的水变得清澈为止 然后再控干水分捞出来 先放入大碗中备用 接着加入一小勺食盐 少许的胡椒粉 再加入少量的白糖 加入一勺料酒去腥 再加入一勺淀粉 然后再下手把排骨和调料抓拌均匀 让排骨充分的入味 抓拌均匀之后把排骨先放一边 沿着20分钟 这回我们再准备一些芋头 先把芋头切成小块 这样会比较容易熟 这里大家也可以换成山药 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 然后再把芋头给它整理一下 把芋头平铺均匀 这回我们再准备小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然后切成姜末 接下来再准备几颗蒜磅 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一起放入排骨中 然后再加入一些豆豉 再次加入一勺淀粉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然后下手把排骨抓拌均匀 朋友们这做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排骨 排骨抓拌均匀之后再把它放在芋头上面 再把排骨给它整理好 接下来锅里提前把水烧开 再把排骨放入蒸锅中 然后再盖上盖子用大火蒸25分钟左右 时间到我们再打开盖子看看 哇 闻起来就好香呀 一股肉香味扑鼻而来 再把它取出来撒点葱花点缀一下 一道非常美味的广式蒸排骨就做好啦 这样做的排骨好吃不上火 原汁原味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蒸的是营养又美味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营养的